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Netflix的話 有些片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在美國播出的一些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試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現在大小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上個月特朗普就簽署了行政命令 公佈了十一個港官京官受制裁的名單 在前兩天也公佈了 財政部公佈了一個執行的細節 這個執行細節就是包括這個 美國公民不能夠跟那些受制裁人士有交易 等等的往來 包括這個所謂 錢金上面的交易 服務或者是貨品 而跟香港政府部門的行常往來 就不得有受制裁官員的直接或者間接參與 財政部公佈 美國公民是不能夠跟受制裁的人士有任何交易 物業或者物業利益上的往來 當初也包括受制裁人士直接或者間接 持有50%或者以上的股份的實體 財政部就說 美國公民跟受制裁港府官員所任職的香港政府部門來往的時候 除非已經獲得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 OFAC的批准 否則須時刻留意 不得與受制裁官員直接或者間接交易 這個呢 就很trick的 究竟 什麼才是直接 什麼叫間接呢 這個呢 可能隨時會騙人 但是呢 財政部是這樣說 美國財政部就說 有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受到制裁 不代表整個政府都同樣受到制裁 只要受制裁官員沒有直接或者間接參與的話呢 美國公民呢 都可以繼續跟相關香港政府部門作行常的來往 財政部舉個例 他說美國人仍然可以跟港府定立合約 但是須由未受制裁的官員負責簽署 有些人就說 比如舉個例 就是這樣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財政部呢 就公佈這個十一個 受制裁的中港官員呢 是一個 常見問題 就是FQA 那裏提出來的 具體可能出現什麼情況呢 這樣 陶謹申就說 用警務處做例子 他說 如果警方是由處長鄧炳強負責簽署合約的話 那向美國的裝備供應商進行採購 買的什麼催淚彈 橡膠子彈 胡椒球彈 等等 那些槍械 那樣 或者這個防暴的裝備 那樣 如果 一向都是鄧炳強做的 鄧炳強將來就不能夠代表警務處 向美國採購倉備 而由鄧炳強授權其他人簽約 都會被禁制 但是如果警方向來為某位助理處長負責採購的話 就不受鄧炳強被制裁的影響 那我對這個說法呢 我是有少少保留 有少少疑問 我又不敢說保留 就是做人謙虛一點好一點 那些疑問 那個疑問就是 鄧炳強是受制裁的官員之一 雖然他說 我完全都不放在心上 這些東西濕濕碎 不關我的事 他個人就沒有什麼影響 就是說 只要我那些案件 又不放在你家美知的銀行 匯豐這樣做 我又不去美國 我又沒有資產 又沒有任何的直系的珍屬 在美國需要我這個資助的 這樣就沒事了 但是他作為一個公職人員 這個警務處長 這樣用途徑聲 舉個例子 他說要買美國的一些防暴的裝備 訓練現在停了 就是在這個行政命令裡面 和這個香港警察的訓練停了 買防暴的裝備 他說如果一向都不是由鄧炳強 去負責買這個床 簽這個合約 是由某個助理處長對過來 負責裝備的簽這個合約 那是不是沒事呢 他說明是 所以我說為什麼那個直接或間接 其實很巧妙呢 就是 就是保留一個很彈性的空間 就是美國人做事就是這樣 他可以收到很緊 又可以放到很鬆 又可以中間落馬 以裝備為例 如果他覺得我不是馬上和你百分之一百 斷絕來往斷絕關係 封死了你所謂脫了歐 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呢 那我就會覺得你由助理處長去簽約 我就會收貨 一向都是他嘛 那他都不是 就是 直接或者間接 和鄧炳強有關 但是 如果他要收到緊 的話呢 因為鄧炳強是警務處處長 他 要為警務處的任何的政策負責 包括買裝備 這個當然是大事啦 二億計的美金去買 包括你抓一個人 或者抓人的時候用什麼程度的武力或者暴力 其實 我覺得 直接和間接 都要由鄧炳強負責 那如果這個直接和間接 鄧炳強需要負責警務處的政策的話呢 那我就覺得 買這個裝備 雖然 不是由鄧炳強簽署都好 其實都是由鄧炳強間接要負責買這個裝備 那就是說如果美國這些防暴裝備的公司 和某個助理處長去簽約 去買這個裝備的話呢 都牽涉到鄧炳強間接負責這個採購 這家美國公司呢 都可能會觸犯這個制裁 都會受到影響 要看 執行的部門 這個就不是很clear cut 不是一刀切 要看執行的部門 即是美國的財政部 都是一個執法部門 其實 看他放得多鬆 收得多緊 如果他放得鬆 他就可以直眼睛直眼閉不理 收得緊 就會有問題 同樣道理 買疫苗 疫苗 你說 陳肇始負責去採購 陳肇始負責採購 應該沒有影響 因為他不是 制裁名單裡面 對不對 表面上是 如果買那個是美國疫苗的話 都應該賣給他 沒有問題 問題的關鍵就是 陳肇始是 林鄭內閣成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林鄭 不是簽這個採購疫苗 那個合約 但是林鄭也是制定採購疫苗 政策的重要的一員 這個採購的政策是林鄭負責 或者有分去制定的話 他不能夠完全撇精關係 即是說他簽這個合約 跟美國疫苗公司美國的藥廠買這個疫苗的話 雖然是由陳肇始簽 但最後的負責人都是林鄭 林鄭都是間接做到這個採購 美國公司 都有機會跟一個被制裁的官員間接有關係 而受到觸犯這個法律的影響 或者觸犯這個制裁的影響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所以又是收得多緊放得多鬆的問題 就是完全去看美國 什麼時候有什麼需要去做這件事 他暫時不掐死你 他有他自己的不同的考慮 他要掐你的話 他也可以掐得很緊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要說的是 包括什麼呢 包括就是 他現在這個做法 跟其他國家的制裁方法有些不同 比如跟伊朗和北韓的方法有些不同 這個公佈 這個制裁的細節 就是很明顯是針對個人的 就是針對那十一個人 包括七個港官 四個這個經官 跟美國以往對其他國家 好像北韓伊朗的制裁模式是不同的 北韓伊朗制裁模式 只要你和任何一間 北韓的公司 伊朗的公司 有聯繫 你都是犯了法 就是犯了美國法 他手薪很長的 他的目的是要全面封鎖和孤立 他認為是敵對的國家 現在呢 財政部呢 就是將 這個制裁是針對某個人 譬如 處理 如果那個 就是 美國人呢 講明是不能夠和受制裁的 中國官員有交易 或者往來處理其產業 或者產業的利益 當中包括由一名 或者超過一名的受制裁人士 直接或者間接 持有50%以上的任何實體 如果他是制裁人士 又或者公司 他擁有一半的股份 或者以上 公司你都不能跟他做任何的交易 不能夠簽署合同 行不行 跟伊朗和北韓呢 就是 他不會有個清單 是將整個國家 整個國家 或者是 列入去一個叫做 國民清單 任何一個北韓人或者伊朗人 你跟他做任何的交易 都不行 現在呢 跟這兩個國家的做法很不同 現在關鍵是什麼呢 譬如你 針對北韓和伊朗實質的制裁呢 包括 包括煤炭 石油的供應 銷售或者轉運 這個是貿易限制 禁止北韓紡織品出口 接納這個北韓的外勞 限制北韓進口原油和液化天然氣 國產公司呢 和貨物公司呢 怕受到美國制裁呢 他真的全面呢 是禁止和伊朗和北韓進行任何交易 包括運輸 包括借個港口給他停泊 包括做補給 他都不敢 因為這樣呢 就等於提供服務 或者是提供這個產品 目的是全面封鎖這兩個國家 但是他對香港和對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比如說新疆那些 宣佈了制裁的清單 都是針對個別的公司 或者針對新疆的高級官員 說他去新疆做一些違反人權 同樣地他是在香港的做法 他不是全面封鎖或者禁止 美國人和香港做交易 不是全面封鎖或者禁止美國人和中國 任何一個人做交易 是個別的人 你不可以和他做交易 那可以說呢 某程度上 是一個充滿了 相當彈性的一個做法 進可供 退可守藥的一個做法 即是現在呢 未捏死你 未捏死你 將來是怎樣呢 看看 有什麼新發展 但是 我就說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就是 這個直接或者間接 這個充滿的彈性 他對於美國公司來說 是會有很多的顧忌 在裡面 究竟哪些可以 哪些不行 我相信美國 是一個這麼說法律的國家 九萬多個律師 跟你去談究竟哪件事 哪件事不行 他都沒有十足的把握 就說去吧 沒事 我包補拍了心口 可以的 我相信他不會有十足把握 告訴你 他都是說 可能性是這樣的 可能性比較低的 觸犯法律 或者今次不要做 這件事可能性很高 可能是這樣 現在問題的關鍵是什麼呢 問題的關鍵就是 現在美國這個制裁的行動 就實行錯了 這一班被制裁的港官經官 似乎他們說 除了生活上帶來不方便之外 似乎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所謂生活帶來不方便 比如說 要改這個按揭 由這個匯豐渣打轉去中資銀行 但是中資銀行 和這些受制裁人士做交易 都是冒著一個很大的風險 因為這些中資銀行 都會和美國的人做交易 中資銀行和他們做交易 就等於觸犯了一個制裁令 可能會對於美國做交易 可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影響 也是暫時沒有執行 暫時沒有執行 看看事情的發展 除了這件事之外 林鄭的兒子 這個不再說 在美國匆匆地離開 對她的衝擊很大 對她的前途也造成很大的打擊 但是對她自己個人的本身 確實在生活上不方便之外 似乎沒有帶來很大的影響 但是問題就是接下來 現在歐盟啊 德國啊 或者其他國家 似乎 我從一個外國的媒體 得到消息的分析 似乎都在推行類似的制裁令 馬格尼茲基 這個人權法案 做制裁 如果他們一起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這是一個我認為是需要注意的問題 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如果全部都做制裁 你說我不去美國 我不去 不想往美國這個地方 除非香港真的完全 不做一個國際都會 那些領導人 香港領導人 始終都不只是 在內循環的嘛 也要內外循環一起做的嘛 也要去外面的嘛 那我相信在可見的將來 他都未必會去西方國家 就是說呢 如果 這個歐盟 歐盟你知道外交都要一致這樣做 尤其是制裁很難過別的行為 美國帶了個頭 歐盟如果有都會做類似的事情的話 我覺得就是 對於香港整個管治的團隊 就有些不堪設想 就是如果你有些事情 真的非要去那個國家不可 不是一個所謂 純粹是形式上的拜會 你要去開國際會議啦 進行一些談判啦 又或者至少是吧 就是去到外面 是不是有些駐外的經貿辦 你都要跟別人聊一下 邱騰華都要跟他們聊一下 究竟是怎樣 是不是那些全部你都不聞不聞呢 是不是有國際會議你都不去呢 是不是 因為當疫情轉好 這個問題解決的時候 譬如開 接下來 整個第二階段的這個抗疫 或者這個疫苗措施怎樣做等等 我們的官員 是不是都是不出去呢 或者特首都是不出去呢 是不是他純粹做一個中國普通的城市 本來有國際都會變成一個普通的城市 本來有國際都會變成一個普通的城市 這個市長就算了 香港做不到國際都會做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 現在他是迫著的 沒有辦法不是這樣 迫著要做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 但是久而久之呢 如果成為了一個事實的話呢 你不做都不行了 你香港就會失去了一個國際城市的地位 失去了一個國際城市的地位 我不知道中國怎麼想 對中國這個創會的能力呢 絕對是 受到打擊的 中國今天在在缺財的情況下呢 為什麼會覺得他沒有問題呢 會是一件好事來的 是不是他們都是心存 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 特朗普 在這次選舉裡面 他可能就是這樣 輸了 特朗普輸了 拜登上場了 美國對華政策一定是會 鬆回來的 不會拉得那麼緊的 如果美國對華政策鬆回來 不會拉得那麼緊的 也都帶動歐洲 因為歐洲和中國關係一直都很民視 就不會對中國繼續窮追萬打 所以呢 大家一直寄望 11月3號 一旦 美國變了天了 一天都光亮了 我也是 真的這樣想 對香港就是 鬆了 對香港制裁就不會執行 那香港就繼續可以 不單止中美鬥爭會過一段落 香港受美國制裁這件事 很容易就能解決 全部鬆綁 如果 大陸的官員 或者香港官員 真的這樣想 捱到11月就解決了一個問題 的話 完全沒有做這些準備 我覺得 他們肯定百分之百 後悔 特朗普選贏選輸 我沒有水晶球 我不知道 或者美國的選舉會出現一個混亂的程度 可能會很長時間都出不到一個真正的當選人出來 有機會 但是不是就等於 他對華政策和對港政策是完全會逆轉呢 當然不是 美國是一個 在制度上一個很成熟的國家 我經常都說 即使沒有總統 都是這樣運作 只是定了下來 是不會怎麼 大的逆轉 現在很多人這麼說 即是特朗普身邊的 這一班 極度反共 或者是反華的幕僚 包括這個 蓬佩奧 包括 納瓦羅 就是負責貿易的 其他 譬如 這個司法部長 或者是 裁政部長等等 其實他們做那麼多的功夫 或者是 CIA FBI 他做那麼多的工作 其實目的是 想做到一件事 即使 特朗普真的輸了 會令到美國的對華政策 都不能夠翻回來 不能夠逆轉 如果中國要去 研判美國的形勢 不只是想換了總統 可以解決問題 何況會否換到 現在都不知道 是吧 都有很多變數 那些辯論呢 來了 就快到了 都很好看的 應該會 我相信 大家不要錯過 那些辯論的結果 在幾十年前 幾十年前 美國開始 這個電視興起的時候 第一場辯論 就是金賴迪對尼克遜 結果 這個金賴迪 在辯才上面 把尼克遜押下去 就由劣勢 那裡反出來 贏了那一屆的總統 所以電視辯論是很影響到 那個選民的選擇 大家密切留意著 我覺得中國的領導人 或者香港的領導人 就不要這麼簡單 將問題這麼簡單化 美國的國策 看來對付中國的國策 發展到今天 是很難逆轉的 對付香港的情況 都是一樣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情 很快的頻道 繼續買頭條本色這本書 多謝大家 拜拜